张少友 嗯 你叫我什么 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叫我商少 要叫我天王星大人 装你骂什么呢 西门老爷子在世的时候 也没你普大啊 好的天王星大人 是这样的 基金会那边送情报过来 说是十三与诸葛婉儿去了阳城集中乡码头 嗯 基金会 之前跟基金会合作 两家关系闹得很僵 这个时候基金会送情报过来做甚 十三去那里做什么 十三最近入股了狼牙国际贸易公司 据说诸葛家最近计划着要购买新的集中箱 游轮做国际贸易友 十三和诸葛婉儿去那 应该是去谈购买新游轮的事情 哦 十三这是要扩展新业务啊 购买游轮 基金会不想十三继续扩展业务了 想借我的手 因他一次 呵呵 基金会算是找对人了 就算他不送这份情报 老子知道了也绝对不允许十三继续扩大业务了 阳城不周山群岛的所有造船厂 都是西门家的产业吧 阳城不周山所有大型造船厂都是天王星派系的产业 跟阴阳国那边的造船厂有着很密切的合作 带下所有的船舶订单都是通过那里的造船厂 比如像阴阳国还有其他国家的 很好 告诉他们 只要是狼牙贸易或者是墨运资本的人来买船 一律不卖 天王星大人 不如让这些船厂的老板开高价狠坑对方一笔 如果对方愿意出钱说明业务需求特别急 那个时候 咱们接下订单 慢慢做就是了 什么时候交船就看你什么时候开心了 好小子 难怪你能当天王星秘书 真是够歹毒的 不过 我喜欢 欢迎欢迎 诸位 我是永夜船也的总经理 王子伯 王子伯隔着老远就热情地朝着十三和诸葛娃身上 但他的眼神却好像在看两头大飞扬 王总您好 我是狼牙贸易公司的总经理诸葛娃 这位是墨运资本的总裁 兼狼牙贸易公司的董事 白龙王十三 狼牙贸易 墨运资本 哈哈 都是大公司啊 那当然了 尤其是墨运资本 这是目前咱大厦市值最大的公司了 陈总也是咱大厦的首富 那二位来的目的 是想租赁还是想直接买啊 当然是订购了 我们想预定一批集装箱邮轮 十万吨级的五十艘 二十万吨级的三十艘 五十万吨级的二十艘 如果您这边的技术能达到能够制造百万吨级的 那你们今年的产能我们公司全包了 好好好 大气 我们永夜船业的确是不周山群岛造船厂最大的一个 您说的订单 也只有我们永夜能吃下 否则就只能分柴成N个小订单分发下去了 那太好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们就是想跟大厂合作 嘿嘿 好说好说 接下来 王子伯又跟诸葛婉儿详细谈了一下买船的事 包括质量 宫期等等 永夜船业均能达到诸葛婉儿的要求 双方谈得都很愉快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咱们就签这家吧 嗯 可以 王总 我觉得咱们永夜实力很强 适合跟狼牙贸易达成合作 不知道咱们这边的价格是怎么定的 哦 是这样的 十万吨级的一搜五亿 二十万吨级的十亿 五十万吨级的二十亿 一百万吨级的五十亿 签订合同的话 要预付百分之八十的定金 王总 你这价格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所有邮轮的价格 统统都是市面上议价了近百分之五十 而且预付的定金几乎跟全款没差别了 这未免太坑了 诸葛小姐 我想您是知道现在造船厂的订单有多火爆吧 我其实手里有很多家海运外贸公司的订单 如果我要跟您签合同的话 等于是要把这些订单全部推掉 然后把厂子所有的产能全部拿出来给狼牙 一一歇价 这很正常对吧 议价的确正常 但是一下子议价百分之五十 那就有点太把我们当冤大头了吧 王总 这样 我们可以给您议价百分之十 预定金我们可以付百分之三十 您看如何 王子博犹豫了一番后说道 那这样吧 议价百分之十没问题 但是预付金不能降了 我们这前期的投入太大了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预付金 万一你们跑路了 我们可就傻眼了 诸葛婉儿又还价了一番 但是王子博死咬着预定金不放 议价我不要了 但是预定金必须百分之八十 诸葛小姐 陈总 这可是我已经做的最大的让步了 换成别的船厂 不可能有我这个价格的 不信您现在随便去跑跑问问 诸葛婉儿马上让助理去其他船厂进行了询问 结果果然如王子博所言 其他船厂的价格没有一个比永夜合适的 陈总 能行吗 这个价格确实不错 可以签 十三也偷偷询问了江彭月 目前造船生意确实很火爆 大量订购基本上都得一价 只不过王子博要的预定金有点高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诸葛婉儿要的货数量太大 船厂垫付的话很容易亏本 好 王总 恭喜您 订单永夜拿下了 感谢 感谢二位 张秘书 拿合同过来 让二位过目 不一会秘书拿着合同过来 诸葛婉儿查看完毕之后 并没有察觉出什么不对的 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 我这就签 一会儿就让人把预定金打到您公司账户上去 等等 怎么了 陈总 有什么问题吗 合同上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我个人有一个问题 合同上为什么没有明确写交付时间啊 工期也写得很模糊 您要的这些吨位的船 制造周期都很长 而且咱们这边的工人流动性很强 所以就没写那么清楚 不过您放心 我们保证保质保量的按时交付 咱们船厂就是搞信誉的 如果信誉不行 那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您说对吧 我没搞过船 但是我搞过房地产 比如我们搞一个小区的项目 工期一般是一年半到两年完成 为了宽余一些时间 我们会在合同上标注三年 这样王总 你给我一个最晚的交付时间吧 咱们在合同上标注清楚 还有不能按时交付的违约金也得写明白 这些问题你都能回答我 并且体现在合同上的话 我这边就没什么问题 可以立马签字打钱了 王子国顿时脸色一黑 不愧是白龙王啊 这点小伎俩果然还是骗不过你 有人存心针对我们狼牙贸易 让你设局骗我们的预付金 对吗 没错 就是针对你们 其他任何客户来我这买船 我们都会按时长假走 唯独你十三还有你的人来我们这儿 我们就只收钱不交货 反正合同上没有明确攻期 我们只要一直拖展 你们就是去赏诉 也顶多是合同纠纷 我们屁是没有 最后官司打完了 这些船就已经成古董了 交付给你们也没啥用了 诸葛婉儿顿时冷汗直流 脸色惨白 就在刚刚 他差点就签字盖章了 一旦盖了章 就必须付定金 否则就是他们这边违约 违约金很恐怖的 诸葛婉儿庆幸地看向了十三 还好带着十三来了 不然诸葛家不破产 也得缩水一大半的资产 王总 我跟您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为什么要设局害我 各位齐主罢了 二位应该能理解我 不知王总是哪一派的 天王兴 懂了 又是商力那个死太监下的命令对吧 他对我还真是真爱哈 都成太监了 还死盯着我不放 你知道就好 省得我在浪费口水解释 既然大家都把牌量明了 我也不藏着夜战 省得陈总您回去再自己查了 除了我们永夜传夜 不周山群岛上的下园重工 天堂船业等 所有有能力制造十万吨以上船舶的造船厂 都是天王兴派系的 另外 我们依仗的最多的阴阳国的船舶行业 则是基金会派系的 无论你在国内 亦或者是在国外去买船 要么是备坑 要么就是高价购买 我再去买船舶行业 你会找到你